这个财物是土藏 所以被称为16号 而接下来这边 今天从这边左上角开始是一种八位 那种八位都是财物是水藏 并且他们名字都会有个脚子 所以被称为了水泽八王 对 然后这边这一位是一二十八位的资密神父 他叫巴夫多年赛 哈萨卫时期从印度的两名医生 其中一位是成了当时土博时期的父母 他的儿子是这样我们看到 现在是董哥脱胶性 在董哥脱胶性的照片下 巴拉脱胶 在当时随同时期人类的收集结果化 所以他是非常严重的 对 暂时 然后这边这一副唐卡作品 就是达瑞莲斯 他原名叫美龙巴扎 意思就是温泉眼 之后呢 因为他的父亲从阿夏地区起来的医生 左上角可以看到 阿夏就是现在的青海地区 医生用金针拨出他眼中的疾病 然后他首先看到了达瑞山上的一个疾病 于是感觉到日年丝 纪念这个手术的成果 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位眼科手术 然后这一位就是 男人总长还是松赞干部的生意 为松赞干部的生意 为松赞干部的生意 然后接下来三个堂卡 就是松赞干部的生意 松赞干部的生意 松赞干部的生意 工资非常多 十三岁十七位 十六岁十六岁就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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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方看到这个就是 下方看到这个就是 下方看到这个就是 文成公图的屋葬的一个场景 文成公图屋葬是 带了一座十二岁的石家铺 等于一下我现在也放在我的大招死 左边这一位就是尼波尔的赤尊开一座 对边这一位就是藏族被子 而这边早期的看医学家就告诉了 松赞干部 藏区的地形图是一个眼窝成的刹银 罗刹里是带有邪气的 松赞干部为了针压这个邪气 就命连在罗刹里的关节处去的这样的寺院 这也就是为什么藏区多寺院的原因 心藏部的这个寺院就是大招死 而这边就是晚年时期的松赞干部 这也是一期松赞干部 可以看到双方有了不达阿公 怕休想了不达阿公 而下方就是唐波尔的 旁边这个场景就是 他和大臣托米桑布扎 他和大臣托米桑布扎的那一场 而旁边这一位就是 松赞干部的孙子 芒松芒在那边 芒松芒在年幼继位 所以由大臣 芒松在欧左朝政 十四年十九年 一次外出征战的过程 芒松芒在不幸生王 他死亡七天 他的孙子 他的孙子 他继承王一号 由于非常年幼 他强保住积类 就由这边这一位 芒松芒 徒左朝政 十五年之久 不仅平静了 那一段同时 还有周边国家进入的光角 这不能照相 老爸 老爸 随着青岔高流的情绪 整个洞梅和洞梅的洞梅 他们从水深深五到七深五到洞梅 对 但是实际上 科学的理据来说 也是这样子 那我们的脏梅少了 人类科学 比他们还少 对 脏梅 然后脏梅人类的起源说有很多种 你最有名的是 这个是 生产干部 太感叹了 所以有一定的 是 这个 收入 主持人类科学 那就 介绍我 说 我们 学习 我们 教语 他们 在 我的 儿子 胡 五 二 别 涬 一 四